好多乌龟在产卵哦,好壮观啊 让我来考考你,你知道乌龟的性别有什么决定吗? 跟人类一样有染色体决定吗? 不是哦,我给你一点小提示好了,乌龟属于爬虫类 爬虫类,跟决定乌龟性别有什么关系啊,不要卖关子啦 温度,因为爬虫类的性别跟孵化前的环境温度息息相关 以常见的绿西龟来说,摄氏32度时会孵化出此乌龟宝宝 但当温度降到摄氏26度的时候,孵化出来的就会是熊乌龟宝宝 这也太神奇了,今天又学到一个很酷的冷知识了